这起案件被网友称为中国第一起案 案件的曲折离奇程度 恐怕就连脑洞大开的编剧也写不出 凶手甚至还差一点就完成了一次完美犯罪 警方能够破案的关键 竟然是凶手自己说漏了嘴 欢迎回到迷雾调查组 我是吊吊 让我们一起拨开迷雾 寻找真相 2010年7月13日 警方接到报案 山东省商河县孙吉祥的村民 在一口积井内发现了一犬裸男尸 经调查 死者身高183公分 体重90公斤 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 推测死亡时间三个月到一年之前 死因是被盾气重力打击头部 尸体被发现时已经高度腐烂 从面部无法辨认死者身份 案发现场位于孙吉祥三个村子的交界处 离村民们住的地方较远 平时很少有人经过 井口很窄 死者是头朝下塞进井里的 现场的唯一物证是警方在井底发现的一把斧头 经过调查 斧子上没有任何指纹和血迹 警方发现这把斧子的材质很平常 但样式却有些特别 斧头和木把头之间有两块加固用的金属片 警方认为 这种加固斧头不像是一般家用的斧头 凶手应该是为了方便作案 特意买来了这样的斧头 在调查了商和县所有的五金店之后 警方找到了唯一一家售卖这把斧子的商店 五金店老板表示 这种斧头一共进了80把 目前卖出了13把 已经记不清都卖给谁了 但他还记得进货时间是2009年12月底 另一组警员走访调查时得知 2010年1月28日 有村民曾见过激警旁有暗红的血迹 结合以上两个线索 警方认为死者的死亡时间 很有可能是在2010年的1月份 最后警方开始从案发现场周边的村子 查找失踪的村民 五天之后发现了17个失踪人员 但死者并不在这17个人当中 警方逐步扩大搜查范围 然而即使是查了全国失踪人口登记库 也没有找到这个人的信息 无法确定失源的情况下 警方转换了调查思路 开始排查犯罪嫌疑人 虽然之前发现的失踪的17人里没有死者 但其中一个名叫王熙元的人 失踪的时间与死者的死亡时间非常接近 王熙元离异单身 身高165公分 身材瘦小 失踪前欠了银行100多万的贷款 警方在调查时还发现了一件可疑的事情 王熙元曾把刚买回来半年的小汽车 送去汽修厂 整车喷漆 且王失踪后 车子一直放在汽修厂 通过对车子的仔细检查 警方在后备箱备胎的一片树叶上 发现了一点血迹 经过DNA检测 这正是死者的血迹 警方由此判断 王熙元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对他展开了细致的调查 警方经过调查后发现 王熙元在1月份 与两个天津市的手机号码联系比较密切 但1月24号之后 一个号码不再出现 另一个手机号则是成关机状态 警方在查询了手机号实名信息后 确定了这两个天津人的身份 他们分别是韩本利和韩宝山 韩本利身高183公分 32岁 2010年1月和老乡韩宝山外出打工 最近半年处于失联状态中 这与死者的信息高度吻合 DNA鉴定结果证明 死者正是失踪的韩本利 结合之前村民看到 机警附近血迹的时间 警方推测韩本利的死亡时间 就是2010年1月24号 这时韩宝山就自然地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韩本利就是和他一起 外出打工后不知所踪的 他也是王熙元失踪前 频繁通话的另一个天津人 然而面对警方 韩宝山三间其口 此时韩本利的家人 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 韩本利妻子曾在丈夫失踪后 询问过韩宝山丈夫的情况 韩宝山说 2010年1月24日之后 还见过韩本利 之后韩本利就去了其他地方打工 警方的调查结果 确定韩本利在1月24日已经死亡 可韩宝山却说这之后 还见过韩本利 这不明摆着有鬼吗 终于 韩宝山在警方的审讯下 交代了杀死韩本利的经过 原来在2009年9月 有人出14万块钱 请韩宝山和韩本利去杀一个人 这个买凶者正是失踪的王熙元 他想要杀害的是一个同乡名叫张本领的人 韩本利和韩宝山来到山河县后 策划了多起杀人计划 包括制造车祸 在张本领车上安装定时炸弹装置等等 但都没有成功 三次暗杀不成 王熙元气急败坏地通知 韩宝山和韩本利收手 让他们赶紧回天津 可这两个杀手却不干了 他们来到山河半年 吃喝拉撒把钱早已经是花的金光 就这样回去 手上也没有一分钱 这不白白浪费了半年时间吗 于是他们向王熙元要钱 威胁他 说如果不给钱就只好报警了 大家一同完蛋 这买凶杀人的王熙元也不是个善茬 他抓住了这两杀手 头脑简单且贪财的弱点 想要策反两人起内讧 让他们自相残杀 王熙元先是经常在韩本利面前说 韩宝山太贪婪 为了多贪钱连朋友都伤害 让他小心提防 并给了他一把手枪防身 而后又在韩宝山面前说 我已经花了14万了 再拿出一些钱也没啥问题 但韩本利这个人不可靠 我怕他会说漏嘴 如果把他杀了 你不仅一人独占佣金 也会更安全 经王熙元这么一挑拨 两个愚蠢的杀手果真是都上当了 2010年1月24日 两个杀手拿着买来的加固斧头和炸药 去暗杀张本领 但这次又又又又又失败了 这种情况下 心怀鬼胎的二人 就这样上演起了自相残杀的戏码 趁着夜色 韩本利掏出王熙元送给他的那把手枪 向韩宝山抠动了扳机 结果手枪卡壳了 韩宝山见状无比愤怒 挥起随手携带的斧头将韩本利砍死 随后他叫来了王熙元 和他一起将韩本利的尸体运到了农田鸡井里 抛尸灭迹 至此案件真相已经水落石出 警方也开始全力搜捕 嫌犯王熙元 当地村民告诉警方 王熙元失踪后 曾给村民们发过短信 说自己要到外面躲几年后再回来 让大家不用担心 但无论是走访王在本地的亲友邻居 还是调查他在外地的亲戚 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王熙元就像是掉进大海的一滴水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晃两年时间过去了 王熙元依然没有被抓捕归案 警方发现这两年间 无论是王的身份信息 还是他的银行账户 都没有任何使用过的痕迹 为了寻找到可能被遗漏的线索 早日将王熙元抓捕归案 警方再一次深入基层进行排查 这一次那条躲债的短信 重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王熙元在群发的短信中 对村民们一律称呼兄弟 但实际上村里有不少叔叔爷爷辈的人 村民们对辈分的称呼也是相当在意 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王熙元 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这条短信大概率不是王本人发出的 结合之前获得的各种线索 警方认为王熙元可能已经遇害 至于杀害他的凶手 一开始警方怀疑是韩宝山记恨王熙元 挑拨他和韩本利的关系 才对他痛下杀手 但在调查后 他们发现韩宝山在杀死韩本利后 就离开了山东 再没有回来 经过不断走访 警方从当地村民那里了解到 他们最后一次见王熙元 是在一个大雾且下着雪的天气 当地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警方 既有雾又有雪的天气在这里很罕见 通过这个线索 可以把时间锁定到2010年的3月9日 在一次案件的分析会上 警员们讲起了一个笑话 曾被王买凶杀人的张本领 非常瞧不起王和他雇来的杀手 他表示 如果是自己才不会把尸体扔到那种地方 肯定是直接烧掉 但一名叫董磊的警察 却没有把这句话当做一个玩笑 他怀疑张可能是一不小心说了实话 因为张本身正是兵仪服务从业人员 虽然张本领拒不承认 3月9日见过王熙元 但几乎每天都要出入兵仪馆 火化尸体的他 还是非常可疑 因为正常死亡的人不需要经过警方 只要村委会出具火化证明 就可以送到兵仪馆火化 心中有所怀疑的警方 立刻调查了兵仪馆的火化记录 然而在3月9日 张本领并没有来过这 不仅如此 前后10天的火化记录经查证 都是真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 按照当地的规定 如果张手中持有火化证明 那么他在其他地方的火葬场 进行火化尸体 也是可以的 如果不是在这火化 会不会是在别的地方呢 就这样 警方又抽掉了周边四五个县市 最后发现张在3月9日这天 和随后的这几天 在当地和其他外线几个殡仪馆 一共火化五个人 张在每个殡仪馆都留有死亡证明 这些证明都是真实的 手续也是完备的 看似一切情况都正常 但警方并没有轻易放下对张的怀疑 他们调查了2010年3月9日之前的几年 所有张本领火化过的人 经过仔细的查找 警方发现2008年12月 张曾在这里火化过 临线的一位姓丁的老人 而这个人的名字 在外线一家殡仪馆 2010年3月9日的火化记录上 也出现过 当时运送尸体的 正是张本领本人 与此同时 张本领的妻子张红霞 又向警方提供了一个可疑的细节 张红霞说 我发现我家椅子上的坐垫都没了 于是就问张本领 垫子呢 他说垫子都脏了 扔了 垫子是我亲自一针一针绣的 绣得比较好 一般情况下 不会舍得扔掉 拎完了张红霞的证词 警方立即赶往了张本领的家中取证 果然 在那张椅子的坐垫后面 法医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原点 法医认为 这不是普通的原点 而是凝固的血迹 血迹时间长了 凝固以后就会变成黑色 经过DNA鉴定 张本领家里椅子上提取的这个血迹 就是王羲元的 至此 基本可以确定 王羲元已经死了 死亡时间在两年半前 铁证如山 张本领此时终于承认 是自己杀了王羲元 并焚尸灭迹 为什么张本领的妻子会出卖他 告诉警方 这一关键信息呢 咱们接着往下讲 张本领1969年出生于山东商和县孙吉乡 在当地开店做殡葬生意 头脑灵活又高大帅气 和第一任妻子 遇有一个女儿 不久后 妻子因病去世 就只剩下妇女俩相依为命 1999年 张本领和小两岁的本地姑娘张红霞结婚了 刚开始夫妻生活非常幸福美满 但随着儿子的降生 再加上再婚家庭和妓女的矛盾 两人经常吵得面红耳赤 张本领和王羲元是同一个镇的人 王羲元在当地做养殖生意 两人都是生意场上混的 再加上张本领的妻子是王羲元的姐姐 所以两家人走得比较近 张红霞一和丈夫吵架 就跑到王羲元家哭诉 一开始是希望能让王羲元 劝一劝丈夫张本领 但久而久之 委屈失忆的张红霞 越来越发现王羲元非常体贴 善解人意 跟丈夫一次次争吵后的失望 让他渐渐把感情的天平 倾向了王羲元 王羲元正好处于婚姻的疲惫期 很快就被风韵犹存的张红霞吸引了 两人一拍即合 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2009年3月的一天 张本领又和张红霞发生了一次争吵 在推桑中 张红霞额头撞伤流血 气得他摔门而出 去找王羲元求安慰 张红霞梨花带雨地跟王羲元哭诉说 他打我 我一天都跟他过不下去了 你得救我 不然我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的手上 于是两人商量除掉张本领 他们想到张本领身材高大 彪悍体壮 不好对付 最后决定故凶杀人 2009年3月13日 王羲元特意赶到天津 找到张红霞的弟弟张阿祥 添油加醋地说 他姐夫经常欺负姐姐 年轻气盛的张阿祥听得火冒三丈 当即表示要替姐姐出气 王羲元趁机鼓动 只有除掉你姐夫 家产就都是你姐姐的了 你姐姐以后也不会再挨打了 最后王羲元和张红霞姐弟商量一致 王羲元出钱雇凶 张阿祥找凶手 张红霞负责提供张本领的行踪轨迹 分工合作杀死张本领 张阿祥在天津开饭店人脉较广 很快他就物色到了两个铁哥们 韩宝山和韩本利 至此买凶杀人行动开始了 但是在杀手们一次次失败后 张红霞和王羲元准备收手不干了 没想到却反过来被杀手勒索了一番 于是之后就发生了王羲元出手 让杀手们自相残杀的一幕 2010年1月24日 韩本利被韩宝山用斧头砍死 然后被张红霞、王羲元以及韩宝山抛尸击警 张红霞事后非常害怕 换了电话号码 悄悄跑到上海躲了起来 2010年2月3日 张本领为了找到妻子来到移动公司 调出了妻子三个月来的通话记录 结果发现 妻子与王羲元竟然有700多次通话 而最后一次通话是2010年1月27日 即妻子离家出走的第二天 他判断妻子跟王羲元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或者至少王羲元知道妻子的下落 2010年3月9日 张本领把王羲元约到了家里 将他和妻子的事情挑明 但王羲元拒不承认 两人由言语冲突上升为肢体冲突 张在同伙李文希的帮助下 用木棍打死了王 由于沙发店沾染了大量血迹 他就把垫子和尸体一起放入了 殡仪馆使用的尸体袋 并且谎称死亡证明丢失需要补办 开出了一个空白证明 以临线老人的名义 在外地一家殡仪馆火化了王的尸体 并用王羲元手机向亲友发送短信 营造出外出躲债的假象 历史两年多 山河警方终于成功破获了这起罕见的连环杀人案 案件侦破后 相关部门加强了开具死亡证明和死者火化的身份核对工作 以确保不会再发生类似的案件 2014年4月张本领被判无期徒刑 同案犯李文希被判9年有期徒刑 韩宝山被判死缓 张宏霞被判11年有期徒刑 王羲元亲属向张本领索赔30万精神损失费 最终只得到了2万元赔偿 这起连环杀人案中案 涉案人员高达8人且全员恶人 不管是买凶杀人反被杀的王羲元 还是得意忘形的张本领 都真正是应验了一句话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今天的案件分享就是这样 欢迎各位留下你们的精彩评论 这里是迷雾调查组 我是调调 我们下期见